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过完年了 你还在舞龙舞狮 东东兴奋地看了看席中 小铁等一下就来找我去过泼水节了 妈妈问 你知道泼水节的由来吗 我当然知道 大约在一千五百年前 泰国的王宫里 国王和大臣们喜欢玩水 和互相泼水 度过炎热的四月天 有一年天气特别热 王宫里的菩提树都空谎了 国王特别给菩提树泼水 菩提树就绿油油 生气勃勃 从此以后 泼水活动就一年一年的流传下来 代表着新生 代表着新生 有祝福 叮咯 叮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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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铁他们来了 我要去泼水咯 街道上 热热闹闹闹 有花车游行 男女情歌队唱 男女情歌队唱 和传统舞蹈表演 泼啦 泼啦 泼水喽 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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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去过去的梅雨 祝福新的一年 平安 巴达 大家泼得全身湿哒哒 就一起回小铁家 小铁的爸爸妈妈给老奶奶泼水 碳红红包 老奶奶祝福爸爸妈妈 身体健康 事业顺利 小铁家 小铁给老奶奶泼水 剪指甲 和梳洗头发 老奶奶祝福小铁 平安 长大 东东 给老奶奶泼水 老奶奶也祝福东东 老奶奶拿出橡布 说 以前在缅甸过年 我们都会穿上新衣 带着鲜花 水果 食物 到庙里 御佛 供奉僧侣 市场里有很多 卖着鱼儿和小鸟的摊贩 人们常会 买鱼儿 喊小鸟 到野外放生 菩提树下 有人在打坐 我们 也会一家一家的 拜访亲友 大家泼水祝福 还有啊 大手小手 包汤圆 红汤馅 放中间 圆圆汤圆 沁团圆 甜甜蜜蜜 满心甜 这时 小铁的妈妈 担出甜点 说 就是这个 撒了椰子粉的汤圆 好辣 好辣哦 冬冬 张大嘴巴 张红着脸 甜甜汤圆 一个样 只有一颗 辣又强 不管谁吃到 肯定好运来报到 大家齐身祝福着 冬冬欢欢喜喜地回家 也泼水祝福家人 分享她的好运道 一起玩手语 过年 过年 泰国 泰国 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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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祝福 舞蹈 舞蹈 泼水 泼水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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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包 贝福 汤圆 汤圆 胎圆 甜 辣 辣 动动脑,想一想 参加泼水节 吃到辣汤圆 分别代表什么意义? 泰国与缅甸过新年 和台湾过农历年的习俗 有哪些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说说看你最喜欢绘本中的哪一页的内容 为什么? 你最喜欢哪一种过新年的方式或习俗? 为什么? 我只要是 Alex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戴